这是鸡的酸菜 酸菜缸和大酱缸 是团里食堂的正团之宝 对 那这叫鸡 基本上在东北来说 每家每户 只要是有这个条件的都弄 只要你家有这个缸 对对对 一般时候老内人住楼 也鸡就个楼到里 我奶就个楼到里 那个每一层楼都有两个大缸 一个是酸这缸 那也是眼镜缸吧 那个大酱缸 你看这 你看这谁 你给哪发出来的 这么小的时候 这么小就在这练了 对他们是从小的 就是他们是从小来这的 这个小鸢 哎呀 剧团楼顶 麻团长还养了几只鸡 每天下蛋 做饭时能加个菜 你会有多少只鸡啊 一共是食一只鸡 飞了一只 掉楼下摔死了 咋还飞一只呢 那个鸡吧特别逃 那天晚上我就 没在庄架里边 它就飞出去了 然后早就没了 这不是摔死了吗 不就 那只没摔死 那有一次前天掉的摔的意思 摔死了 那没死 那飞哪去了 不知道找不着了 那个鸡特别是谁 楼道里鸡酸菜 楼顶上养鸡 排练时团长给大伙做饭 铁岭县剧团是一个神奇的团 有辛酸 有辛酸 但更多的是苦中作乐的豁大 与铁岭人天生自带的喜感 这半海带也不错呀 啊 这味儿太香了 这味儿老正了 水上 哎 酸这冬饭粉 特别好吃 哎呀 太行啊 太行 相当行的 这味儿行吗 我们在跟这个铁锅炖的 这个酸才行吗 我们团长给我们做饭 现在已经做出新德来了 做了20年 麻团长得半海带 成了铁岭文艺界的名菜 我们在跟北菜吃着 那你感觉最为幸福 又很暖和又很香 还很大 对 我原来觉得 我想像中的剧团是一个单类 但我觉得单类不是 单类挺像一个家庭 没有家庭话 感觉大家都在一起生活 对对 回家没一个公司养鸡 鸡点酸菜 主要是 乌鸡也给咱抓 那可以咱可以腌点食鸭蛋 主要是要生活 我觉得主要得一起做点什么饭 对 主要得生活 但我们天天跟一起住 我们天天跟一起点外卖 差不多 我们吧现在差了 以前下乡 要是一下乡 有时候出去帮个月一个月 也都在一起住 嗯 感觉一个团队要是老哥一起 吃饭这事特别重要 对 如果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 感情就会好 天天跟一起工作还不一样 你就得天天跟一起吃吃那顿饭 对对 华文家就踏堆像做饭 我们过年不没回家吗 过年饭中上16个菜 都踏堆像做的 然后你们就情着吃就晚上 我们就吃 仨女给你等着吃 然后晚上谁也不愿意吃 还到初七才洗 还没有碗 也有碗 那碗 还到初七才洗 是否用力没有碗了 碗来洗 不是没有碗了 我们就点外卖吃 就不用碗了 不管收入高低 重要的是做喜欢的事 和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一起吃饭 就像团长说的 我们穷 但是挺快乐 很多铁领人都有农家小院梦 李雪芹的妈妈贾女士 也在乡下整理 拿过来吧 把来的 是家庭会所 但是摆着饭店的标准圆桌 铁领人真的很爱一起吃饭 拉倒吧 你哪有这手 这手法一看就不会干 哪有吧 这是按的呀 三角形的呢 你拉倒吧 行啥 这能包啥呀 这鸡 一个鸡子感 一个鸡子吗 对 找点面 看高你不行了 你起码得是这个 对对对 你起码得是这样吧 包两下 对我就想起来 拉一步 你刚刚这个擀的手法 是做游泼面的擀的方法 你这都卓撇了 这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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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演一下 铁领人包饺子 向喜剧人开会 包成什么样不重要 切磋语言艺术才是目的 要不这失去了这个馅的意义 好嘞 捏严点啊 对折 手没 然后这个包着 这样 完了没捏住 你那眼瞅要漏 先捏一边 然后这一个折一个折 你这你这玩意都漏出来了 哈哈哈哈 完家了 这馅到时候你再整一个皮做盒着吧 你我知道你这折的问题在哪了 你看它应该是这个 你看这碗吧 这不是一个三角形吗 把这条边捏起来 差不多了 你那差不多是那意思捏死就行 是吧 行 捏严点吧 别漏就行 也不追求啥形状的 只要不漏即可 对 如此可笑 可笑可笑 这个三角形 先他俩正夹是吧 对 哎呀聪明啊 二哥 他俩夹完之后 你真是个北大漏的 这么就夹上了吗 对 对 我不知道我这能不能漏啊 你这太明明了包糖了 你这就像给自己作弊了似的 我应该立起的 是吧 你多搅点馅就看了 嗯 哎呀上饺子了 口上来上饺子吧 先把饺子吃一摺吧 就是我觉得铁领 比较奇妙的地方就是 仿佛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能给自己找到生活的乐趣 与他的经济条件 和社会地位没有关系 就大家很擅长 给自己的生活 找到愉悦的部分 新年快乐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那你们觉得铁领好在哪呢 我觉得铁领人有意思 锅包肉好吃 烧烤好吃 吃啤酒好看 主要是咱的地理位置也挺好 你今天没走 一直在那儿伤活 你这就是都挺好的 我还是觉得 他那个秧歌队挺好 我从来没在我们当地 秧歌队见过那么多人 那种精气神是 你说不出来的一种东西 然后感觉大家活得特别幸福 看最好就讲话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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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智域不是那种风景如画的智域 不是那种文艺细心的智域 这里的智域是一种破铜烂鞋的智域 就是你会发现这里就没有什么特别壮丽的风景 但是这里的人就是活得很快乐 在自己的生活里快乐 别人快乐 说实话 跑过这些地方 但是还是愿意在铁领带 铁领的带并不是太诚实的 铁领的带是铁领的人心胸大 铁领还是一个挺欢乐的城市 因为铁领有二人转 一二三走 我觉得铁领对我来说 尤其对很多带大城市的人来说 你在大城市混来混去最差的结果 我觉得是回到老家 回到家 然后铁领 我每次回到铁领让我踏着的感觉是 原来我最差的结果也这么快乐 他对我来说反而不是激励我回到这儿 是让我更有所欲望 出去奋斗吧 哪怕你一塌糊糊 最后连滚带爬回来 也是这样的快乐 就是有奋斗的底气 铁领的人口并不多 但他却有着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 每天傍晚火车站都有上千人的暴走团 仿佛是对外地人的热烈欢迎 援军开了铁领唯一的一家滑板店 他就想看到铁领的街道上有人玩滑板 尼森经常跟他们一起玩 老外尼森就想找个老外少的地方待着 他找到了铁领 美食博主大咔嚓从电视台下班 又开始和媳妇联手去探店 开多年了 来个大茶的 今天他去吃的阿力小吃铺 是在铁领开了三十年的地道老店 在铁领 马路上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up主 铁领人对镜头有种天然的热情和放松 也有着几乎是天生的语言天分和喜剧感